我们下面开始回答我们的听众佛友的各个共修会的问题 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仅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同修许愿截至夫妻之事后 反而频频在梦中出现各种诱惑 大部分梦中的诱惑是这位同修的妻子 但有时也有他不认识的人 有时候这位同修会在梦中念大悲咒 但有时还是过不了关 醒来后也会念礼佛和小房子 请问师父这是反复的梦考 还是前世所欠的情债 还需要加强哪些经文来提高境界 能否向菩萨祈求用自己参加法会的功德 来消除邪淫的业障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在梦中反映出的一些梦境 有的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的是前世的 也有的这辈子 你跟他的缘分还没有断 所以像这些问题很容易的 好好地坚定自己的道心 坚定地自己守戒 知道这些都是人间的东西 不能贪不能求 好好地求菩萨帮助你一起守戒 菩萨会给你加持的 这些在梦中就会硬掉了 所以你在人间不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会在梦中让你做到 所以以后等到哪一天 你梦中都没有了 那你就是清静无碍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下面第二个问题 有些年轻的同修在修行过程中 也会关注一些新闻人物的微博或Facebook等 这些新闻人物的社交网站上 大多是他们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分析和个人观点 其中不乏一些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 也不乏一些片面的观点 但有同修比较乐中于此 甚至会与周围的朋友谈论 请问师父 这是否会导致修行有漏 如果遇到这样的同修 我们该如何开导他 我们在世间修行 该如何平衡修行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关注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觉得一个法师 他们会这么做吗 因为他可能觉得时间还多呀 他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他觉得他功德已经满了吗 不是 好了 就说明他的境界还不高啊 他还沉迷在五与六成当中啊 一个境界高的人 哪会有时间再去关心这么多的事情啊 大概的看一看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还要去研讨 他是政治家还是哲学家 他是理论家还是评论家呢 他到底想做什么家呢 因为我们出家 我们学博的人 实际上就是身位出家 心出家呀 所以好好地抓紧时间 学博念经 哪有这么多时间参与人间的这种烦恼啊 人间的烦恼怎么来了 讨论商量看了听了闻了之后 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所以这些 你只能等他的境界慢慢提高 而不能过急的去跟他讲 他用人间的思维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来解脱他的 他说难道我新闻不要看吗 那么就像现在很多人说 难道我不要结婚吗 难道我不要怎么怎么 我人间 我如果不要钱的话 我怎么活啊 那么法师怎么活的了 佛陀当年为什么要 让法师做个好榜样 就是让再多再多的那些 这个境界高的法师们 让他们知道人生无常 一切都要随缘 你拥有了再多有什么用呢 你们好好地把白话婆法 好好地看一看 一脸懵懂啊 我看你啊 搞不清楚啊 好好地把师父白话婆法里面 那些语句背下来 你就是第二个卢台长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在此预祝师父 明天的马来西亚 吉隆坡大法会圆满成功 下了就问一个问题 师父好 师父您辛苦了 弟子对表温哥华共修主 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请安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母和萨 感恩十方三次 一起诸福菩萨 荣天护法菩萨 感恩慈悲的师父 感恩法师们 佛友们义工们 弟子对表温哥华共修主 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 问题一 请教师父关于放生的问题 现在很多国外的师兄 委托国内的余老板放生 余老板建了很多放生群 在初一十五提前几天 就通知大家放生 每次余的价格也都是一样的 给余一元钱一条 假余五元钱一只 来吸引师兄们 同修们放生 很多同修就在群里 给余老板报数 并发红包 或者微信转账付放生的钱 因为放生的人比较多 余老板很有可能没有放生 只是发一些视频和照片 来驱骗同修 或者短经缺量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想请教师父 改国为不方便放生的同修们 慈悲开示如何做到如理如法的放生 很简单了 你不相信用人不依 依人不用呀 你觉得他是在练财 他在帮你骗你 你还要继续叫他放生吧 放生的人有的是啊 实在不行你找人呢 到市场上去买啊 少一点总比被人家骗了好啊 你花了这么多钱 他结果没帮你放生 你不是白放吗 你哪怕找个亲戚 找个朋友 或者找个佛友 拿个几十条 自己拎个几十条去放 那放下去一条 就是救度一个生命 那概念一样吗 好的 感恩师父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了 你还要继续给他打钱 还要继续请他 你怎么跟菩萨交代啊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找好一点的人 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此外可以试 问题二 去住院设佛台的时候 很多同修都拼命的为自己求事情 有些像重病啊 离婚啊 官妃啊等等 都在同修的新佛台前求菩萨 佛台主人心里很不开心 觉得他们这样求会影响自己佛台的气场 会帮他们悲业 可能不好的话 可能导致菩萨 气场不好 菩萨都不来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 脸型的小我执着 小我执着 开什么事啊 菩萨请到你家就是菩萨是你家的 对不起师父 菩萨请到你家你就不给人家 拜了 你如果今天你们家求的灵的话 说明菩萨在你家 你家会不会消灾解难呢 你要这么想过来 你就心中就无挂碍了嘛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 已经在学佛了 已经把菩萨请到家里了 你不给人家拜的话 人家要来拜 你不给人家拜 那个菩萨是你家的 专门为你服务的 是不是啊 听懂了吗 懂了感恩师父 这叫没智慧 没智慧 对不起 请师父原谅 问题三 童修面部三叉神经疼痛难忍 念经念小房子 放生之后有所好转 还没有彻底好 师父曾经开示 他是做着阴事 被地府的官惩罚了 童修想起来 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找人给第三者下了杠头 现在童修想 请教师父 针对他这件事情 至少要念多少礼佛大叉 108遍礼佛大叉悔文 好的感恩 帮人家找人下杠头 跟他自己给人家下杠头 半斤八两啊 感恩师父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南无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最敬爱的师父 卢军红台长 感恩前来祝园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弟子代表意大利共修组 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观音堂现在很缺年轻人 尤其是懂电脑 会网络的年轻师兄 请问师父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呢 吃素呀 素食呀 素食聚餐呢 搞些活动呢 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些广告宣传呢 能够看自己出去度人呢 你们意大利不是有很多佛友吗 大家组织申请到马路上去度人呢 就是接员啊 广接善员就可以了吗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问题二 烧送给观音堂的小房子的数量 和观音堂的房子面积是否成正比呢 就是说 是否房子越大 平时每一波烧送的小房子就要越多呢 不是的 房子大没有灵性 你按照每个平方烧多少张啊 听得懂吗 你是要有灵性了 你再烧的呀 房子再小 灵性很多 可能要烧49张啊 108张都有的 但是你房子很大 里边没有灵性 烧个魂啊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问题三 来参加大法会的同修们都希望有机会被抽到号码 请师父看图腾 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缘分才能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被抽到图腾号呢 在法会开始前 狂念准提神咒是否能增加被抽中号码看图腾的几率呢 看图腾只是一个方法啊 只是让大家能够当时感受到啊这个学佛的重要性啊菩萨显灵啊这种啊这个方法 并不是真正的目的 真正目的是要靠你自己念经来化解你自己身上的业障 所以念经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是靠看图腾 如果真正有缘分的人 有很多人根本用不着看图腾 师父早就到他梦里去过了 法省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祝师父法体安康 红法顺利 明天的马来西亚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我代表 我代表墨尔本共修主提问以下四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师父最近开示 求事情可以许愿上万遍的准提神咒 念的自修经文可不可以算在许愿里面 如果不许愿每月稍送两张自修经文 这跟一次性许愿一万遍有什么区别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个是许愿是愿力 你比方说你说我做某一件事情 我愿意付出多少 那是个愿力 听得懂吗 那平时那是平时的一个功课 那不能换为一谈的 一个是针对性的 我就针对这件事情 我许多少愿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我平时每一天做功课 我能够保持我平安吉祥 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不同的概念的 小鸭都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听懂了 问题二 法会功德和义工功德 是否属于各自独立的功德 可以用法会的功德的百分之几 来化解某一件事情 再用做义工的功德的百分之几 去消除另外的事情 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因为你到了法会上 你就是一直在做义工 你为什么把它分开啊 就是有时候他义工 包括平时发资料呀 对呀 义工他有功德对不对呀 那么你就用义工当中的百分之多少 因为你这次来做义工的话 那你整个就作为义工的 这个功德来分 不能再说我参加法会多少功德 因为你用做义工 到这里来 你包括坐飞机 你包括时间 他都有功德的 那有时候一件大事情的话 我就说我之前做功德的百分之二十 去求这件事情可以 那你麻烦了 你所有的功德的百分之二十就麻烦了 太多了 那你就是拿掉很多功德 很多人把功德刚刚一转 家里人出院了 自己倒下来了 很多 感恩师傅 明白了 问题三 师傅开试过 放生的鱼不要太小 如果买虾放生 有没有规定要多大 还有就是 有些人觉得 只要是 有人吃的东西 或者是刀下的众生 都可以买来放生 请问这样是对的吗 一般的如果能够就刀下鱼 那一定是很好的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说你提早去定 实际上总不如就刀下鱼好 其实放生也是个心 所以很多人用心来放生 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慈悲 他就能够化解很多的冤解 有些人只是为了目的 说我要把这个病看好 所以我狂往里面倒 我告诉你效果 还不如你放几条几十条呢 师父我可以理解 对不起 师父我可以理解为 如果是 这个佛友就是 不是专门去买鱼 他走到比如说菜市场 买了一个刀下的虾呀 田螺啊什么的 只要他起心动念非常好 他就是其实是功德很大的 对啊 你想想看一个慈悲的人 功德大不大 大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你说他功德大不大 不大 好了也有功德 只是不大 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四个是一个梦境 梦见同修编织了一个竹篮 拿去湖里装水 水进来没有漏出来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对但是他梦里说水没有从竹篮里面漏出来 那还是个竹篮呀 很危险了呀 说明他正在申请的某一件事情 或者做的某一件事情不顺利呀 很危险呢 虽然水没漏出来 你说竹篮打水 现在不漏以后会漏吧 会 感恩师父明白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在此弟子代表 墨本华人佛教协会 墨本分会 成邀全世界的佛友 历临2019年12月8号的墨本法会 共沾法义 共募佛光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师父好 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心菩萨 摩河萨 感恩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代表 挪威共修主 提问如下问题 请恩师 慈悲开示 问题一 师父多次提到 慈悲心 对成就道业 非常重要 除了放生 可以培养慈悲心外 在每日的功课 念诵当中 比如心经和大悲咒 是否可以祈求 菩萨帮我们 增加慈悲心呢 请师父 慈悲开示 慈悲心每个人都有的 在你的 九世田中里 阿摩罗世 对不对啊 你在阿赖意识 如果储存的 都是慈悲的东西 你就 擦得很干净 你就能够 显化你的佛性 所以不是求菩萨帮你查 是你自己要好好地修 你可以说 菩萨给你智慧 让我拥有更多的慈悲心 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二 师父的一个节目中 节目中 一位师兄问道 同修许愿清修 但邪淫梦考 一直不过 师父回答说 梦考不过 说明他不行 虽然许愿清修 但他为这个愿力 积累的功德很少 我们的问题是 是不是在许愿 类似于清修 或仪式修成的 每一个大愿之前 必须要积累一定的功德 请师父持悲开示 你没有功德 你许愿 效果也不好 这是真的 如果你想想看 一个人没有功德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你说你放心 你相信我 别人会相信你吗 你必须要有功德的人 你必须 菩萨信任你的人 你必须经常 做善事 而不做坏事的人 你许的愿 当然很快就能灵验 你平时没有功德的人 你说突然之间 我愿意怎么样 我愿意怎么样 是不是要有时间限制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在法会上教魂效果好 因为菩萨很多 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菩萨知道菩萨来了很多 自己要脑子要干净 因为菩萨非常知道 我们每个人在想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每个人坐在这里 只要菩萨来了 因为你们头上 会发出不同的光点 全部记录了 一张照片 就相当于人间一样 你们每个人 头上发出的光点 就代表你们修行的好坏 菩萨眼睛一看 都等于一张照片 一拍 全部都知道 你们每个人修的怎么样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可以连续几天叫魂吗 随便你叫 不要两点钟之后叫就可以了 因为把人家叫了吓死 好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祝师父的明天大法会 圆满成功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也请师父多多保重身体 我们爱您 谢谢 感恩大家 一个孩子要懂事情 师父对大家的爱 大家要懂 有时候恨铁不成钢 看到很多人还在天天 在吃喝玩乐 吃不着急 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什么时候能够一事修成 很累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 好不好 师父好 弟子跟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父法 感恩恩师卢君弘台长 感恩全世界来支援的法师 义工佛友们 大家好 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 奉修主提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 不想错过军事 借助心灵法门超脱六道的良机 累世的轮回 让每个人身上业障深重 如果因为邦家里人悲业严重 损功累得 可能会影响以示修成 但从佛学 但从学习 菩萨慈悲的角度 放任不管 师父又不合乎情理 对于已经许愿清修 以示修成的师兄们 如果遇到不信佛 业障深重的家人出状况 应该以什么心态来处理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末法时期 这个末法时期因为 最近很多师兄们发心许大愿 放生十万条鱼 师兄们会截图分享到朋友圈 但是很多师兄在朋友圈里都有鱼老板的微信 近期发现多个鱼老板 报回的鱼价都涨价了 导致其他同修买鱼放生 也要花很多的钱 请师父开示 同修让鱼老板知道商机 导致涨价 影响其他同修放生 是否会有业障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都会导致你业障很深的 如果你让余老板知道了很多的事情 他涨价跟你有关系的 你就无形当中就有业障 有些事情无形当中就是犯罪 无形当中就是拥有了业障 所以我们讲话 思维 听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的分析 出口就是因 出口就是业 所以有的时候要尽量找好的 如果发现余老板已经开始变了 就想办法换 因为余老板他是为了赚钱的 他不是为了帮你放生的 明白吗 最好以后由我们佛友放生 过去不是余老板 他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愿意组织起来 我就想他能做余老板 我们做余老板 但是我们做余老板 不会赚钱 就是为了帮助佛友放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师父开示过整理佛台相关的物品时候 要念心经 但师父也开示过 动剪刀的时候最好念大悲咒 请问师父 修剪佛台供花的时候 应该念什么经文比较好 两种如果你在佛台上直接拿剪刀 当然最不好 你应该把花请下来修剪 因为这种带利器的这种铁的都是属阴的 所以最好把花请下来 不要这么懒好不好啊 花请下来头上顶一顶 拿下去随便剪 剪完了顶一顶再放回去不可以了吗 拿把剪刀擦擦擦擦擦 你是修花草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 弟子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洛杉矶共修主 一定会做好师父的好弟子 同心协力 团结一心 红法度众 预祝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师父我们爱您 师父喜欢听你们 讲你们自己在积极的努力 因为任何一个人告诉我 师父我在很努力的 我就感受到他们以后能够 几十年之后跟师父能够在天上见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会的感恩师父 修行不是修给别人看的 是自己真修啊 师父好 给师父请安 感恩 公修主有三个问题 请教师父 问题一 我们瑞典有位同修梦到其他国家有位同修欠他们当地的观音堂两千欧元 请师父解梦 是这位当地的师兄需要念中小房子吗 还是他当地的观音堂有要经者需要想房子 那么如果需要想房子大概多少张 请师父 开始 一般的如果做梦做到别人欠你的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种债务 不管是谁 人跟人啊 这个自己的家里人啊 跟佛友都是一样 都有欠债的 你这个夫妻也是欠债 不是欠债就是来还债的 经常多念点小房子就可以了 像这种两千张的话 两千块钱的话 一般二十一张足够了 感恩师父 问题啊 自修经文有烧送顺序吗 如自修礼佛大悲咒等 需要在烧送小房子前面还是后面烧送 一般的来讲 烧送自修的嘛 你最好自己先把自己的先烧了 然后再烧 那个 给那个亡人的 因为亡人如果你烧了之后 他不走呢 他拿了小房子不走呢 接下来你烧自修经文的话 他也拿你呢 他完全有这个可能性的 先把自己的小房子先画了 然后接下来再帮助亡人画小房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问题三是同修每次上香的时候看到南京菩萨觉得其英龙笑貌能够让他想起他过世的父亲 他自己呢还没有念送过小房子给他的父亲 在设佛台之前呢他有梦见过 但是设佛台之后他就再也梦见过 再也没有梦见过 所以请师父 有什么建议或者对此有什么看法 请师父慈悲开始 记住了 说明他父亲很慈悲 很慈祥 如果像菩萨的样 那就说明这个人很慈祥 很慈悲 像游心转嘛 一个脸部很凶的人 他不会很善良的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你们不会看人会上当 所以你们就看不会看人 你们看不破人 看不透人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仔细听着这个人看 凶的他一定会到后来凶的 金的一定会金的 算的他一定会算计的人 脸上全有啊 只是你们看不出来啊 那么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看出来呢 多看看菩萨的像 然后再跟别的人看一看 他离菩萨差多远 你就知道他境界有多高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瑞典宫秀祝愿 明天的马来西亚大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师父好 师父辛苦了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 法国共修会尼斯分会 提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清理佛台 多久一次 为宜 清理佛台 清理佛像 对不起 清理佛像 一般的 比方说 观世音菩萨的2月19 6月19 9月19 都可以 如果很干净 不是有很多脏的 就不一定 看见脏了 马上清理 其实没有个具体时间的 用心来护士佛台 最重要 看见脏了 马上清理 不是很脏的话 可以稍微 留一点时间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观音堂和自家佛台 清理的频率一样吗 一样 感恩 感恩师父 问题2 图腾节目中 如果王人在地府 师父很少说 在恶轨道 常说在地府 过得好或不好 请问 地府不好的地方 就是恶轨道 好的地方 就是普通的轨道 对吗 中阴生呀 什么叫中阴生 听得懂吗 就人死掉之后啊 还没上去 那么上 上不去 下 还没判 也不到 轨道 也没到 这个地狱道 这个时候在哪里呢 在当中呀 魂飘来飘去嘛 在当中的 属阴的 没有身体的 那么就中阴生呀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在中阴生 飘来飘去的 这些鬼嘛 他就会 没有一个 居无定所呀 所以你给他 坟墓安排好之后 那就是他临时的家 他白天 回去睡觉 然后到了晚上 他就出来了 所以一到晚上 灵性出来特别多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为什么晚上 大家做噩梦啊 晚上他就有 鬼压生啊 他都是晚上出来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此理开始 问题三 同修把新的佛具 从一个城市 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途中想上厕所 把佛具带进了 公共卫生间 佛具在行李箱里面 是全新的 佛具也有外包装 还可以用吗 这算什么问题 你上卫生间 你用不着把箱子 拉到厕所去啊 你就放在车上 不就得了吗 对不起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在箱子里啊 需要念礼佛吗 傻孩子 真的是 你叫我怎么说呢 对不起 一般他们念几遍礼佛了 念到自己心无挂碍了 没有什么想法了 那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此理开始 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法国共修会尼斯峰会 正在积极地筹办观音堂 寻找合适的地点 请师傅能不能慈悲感应一下 大约在哪个方位找 北啊 像北啊 北面啊 像北啊 那个北面不是房子比较便宜吗 北面不是还有 是不是扣进机场 北啊 还有仓库呢 还有仓库 住一个仓库就得了嘛 他们有些感应都是两层 上下两层 有做梦的梦都是 看的 两层大了一点 先开始小一点了 好吧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预祝明天万人大话会 取得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 谢谢 谢谢 师傅好 第几项 师傅请安 感恩南无大祈祷 广大灵港君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祝佛菩萨 感恩隆天佛法菩萨 感恩师如台长 感恩法师们 感恩义工们 感恩佛友们 大家好 弟子代表澳门共修组 请师傅起必开示 有对义工夫妻 夫妻都是师傅的弟子 他们的儿子24岁 义工夫妻年间的工作 不能放下 工作非常忙 几个儿子练点功课和欠导声门 经文组合认得很少 儿子越来越不正常 晚上不睡觉 通宵玩游戏 白天 白天连饭 连十几二十小时 自己躲在房里 不正常的吃饭和工作 有时候晚上半夜喝几百 好多啤酒 从小他们比较严格要求儿子 但有夜晚儿子不听他们的儿子 以前相信观世音菩萨 有时候会上香 也曾经自己烧上父母跟他念的经文组合 请师傅起必开示 他们该找如何帮助儿子过上正常的生活 变化他正常的解剖 念经感恩西夫 这种孩子已经有前期的这种自闭症了 不让你跟人家接触 跟家里的教育太严格了 或者爸爸妈妈自己本身不如理不如法了 他听到了很多话了 不开心了 然后呢 自己身上的业障 孩子一定身上有业障 一般的白天不肯出来 晚上出来的人 身体上都有点灵性的 所以像这种 首先要帮他超度灵性 第二求观世音菩萨 给你儿子某某某拥有智慧 听得懂吗 跟他讲 请观世音菩萨给他慈悲 给他智慧 感恩西夫 然后呢 你再好好地帮他许点愿 然后呢 给他有机会呢 听听台长的录像 他看看录像 就跟他说 这个台长爷爷很灵的 你看看呢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求的 求得到的 对不对呀 你跟他讲的话 小孩子引起兴趣了 那你慢慢地才能 把他度化过来 感恩西夫 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过去 讲起来很严格 实际上还是不够 教育的方法还不对 让孩子现在走的偏差了 所以要叫他们好好的忏悔 感恩师父 好吧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我们师父能像师父一样 为众生付出广度有缘 富起师父 富起三宝 严祝师父明天 杰隆坡万人大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师父 是 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 对不起 感恩 感恩南摩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法师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 祝愿法会的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南北卡共修主 给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弟子代表南北卡共修组 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问题 一 有位师兄在参加法会的飞机上读经 感觉自己在天上 意念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读经多的女儿好像到了天上 在师兄的身边 读经少的孩子还在下面 请问师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吗 师父的一念会很轻松的 把精进的师兄拉到师父的身边 在很高的天上对不对 请师父慈悲开示 凡是任何一个孩子很干净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一点就通 菩萨帮助众生也好 师父帮助你们也好 开悟的孩子一点就通 不开悟的孩子怎么点 也通不了因为缘分未到 所以像他这样在天上 他能够感觉到好像在天上一样的在念经 他实际上已经在天上念经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二 吉祥卧的功德 吉祥卧的功德是不是很大 一位众生临死的时候 若是吉祥卧就算业力再深重 罪业再大也不会坐入三恶道 是这样吗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如果能够在走的时候吉祥卧的话 那说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菩萨的智慧 而且你不会很痛苦 很多人到了医院里 他根本没有办法 他已经不能吉祥卧了 浑身掉的瓶子 身上开着各种各样的刀口 你说你叫他怎么吉祥卧啊 吉祥卧是无疾而终啊 吉祥卧是有福气的 要有福而且要有慧啊 所以福慧双修的人 走的时候在无痛无病无灾啊 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表面上好像很牛 你能保证你晚年的时候不痛苦吗 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痛苦 如果你能在走的时候 能够一事修成的人 吉祥卧睡一觉就走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们说解脱 所以这就是叫涅槃 所以吉祥卧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睡姿 那么本身它是有功德的 因为吉祥卧可以消掉你很多的营念 可以消掉你很多不好在床上 会产生的各种不好的营念 所以对心脏也有好处 你想想你如果吉祥卧的话 你的心脏在上面 如果你从这边睡的话 不是吉祥卧的话 你可能心脏就会受到压迫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学 你们看看菩萨佛 睡佛是不是从那边的 全部是从这边的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佛 不但学他的言 还要学他的行 要学言行 好好学吧 太多东西要学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心 下一个问题是包括了几个小问题 请师父慈悲 一般向菩萨求事情 菩萨知道了之后 需要一直求吗 一般求多久 菩萨会安排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菩萨是办公室的文员 对不起师父 菩萨知道你们心中想什么 所以菩萨才会许愿说 有求必应呀 听得懂吗 菩萨知道了之后 要根据你自己的业力 根据你上辈子的业障 有多少 这辈子修得怎么样 还有自己有没有造新业 就业去得怎么样 菩萨才会安排 你这件事情成功不成功的呀 不是说你马上一求就能灵的呀 你们记住了 任何人跑到庙里去 一求就灵的话 他的缘分已经到了 比方说很多人到庙里 我要发财啊 他真的发财了 我告诉你 他命中有财运的 然后他到了这个时间了 他才一求就灵的 否则的话 你求的怎么会灵啊 你要有这个种子 你才能长出这个树啊 长出这个花出来的 你没有这种善种子 没有财运的种子 你再求财也求不到啊 你今天没有慈悲心 你再怎么样说我要成佛 你说你成不了佛吗 成不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弟子 极其南北卡 共修组的同学 同修 一定会精进努力 度有缘众生 现在在美国 几乎每个州都要有 好好的相互帮助 好好的大家 团结一致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再次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请师父 注意身体健康 因为我们知道 师父每场法会 都是越开越大 希望师父 长久都是 法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开越大 祝愿明天的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 我怎么听得这么累 我也是有点紧张 我也觉得累 对不起师父 自己都觉得累 这就是进步 有感觉 有感觉 师父晚上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 十方 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感恩全世界的义工和佛友们 弟子代表 澳洲 阿德莱德 公修祖 请教师父 三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一 学佛后 往生天道的人 是从婴儿开始慢慢长大呢 还是到了天道之后 直接是大人呢 因为平时在图腾节目里面 亡人超度到天上之后 都是直接是大人的形象 那请问天道的小孩子 是怎么样来的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看你们是在探索天上的秘密 不是在好好学佛修心的 对不起师父 你以后死了吗 就知道天上情况了呀 是 现在来不及知道干嘛了 你去看那种 知道了这些事情 对你有什么帮助了 天上的同男同女 那是等于在天上之后 重新投胎 听得懂吗 才会产生同男同女 一般的人上去 到天上 你走的时候 什么样子 你可以思想当中想象一下 我希望 我整个在人间的时候 哪一段年龄 我最开心 你的脸下就会呈现出 哪一个年龄的时段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如果你在天上 重新修了 好好的努力了 你就等于重新投胎 所以叫同男同女 这种同子的话 同子之身 很容易修成 以后到菩萨身边的呀 干净呀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有一位师兄 经常给同兄们 做佛台为布 他会把布料 放在地上剪裁 有时候 也会铺在床上剪裁 这一位师兄 是一位清修的老师兄 请问这样做 如理如法吗 有没有不尊敬 佛菩萨 需要念礼佛吗 感恩师父 没有条件 也只能这样 如果有条件呢 最好不要放在床上 因为床上是很脏的地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其实一个人的床很脏啊 明白了吗 明白干事 你就是一个人出汗的汗线 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 这种细菌啊 人的一种纤维啊 它都是不好的呀 很脏的呀 所以床上有味道呀 那地上可以吗 对不起师父 对 地上 脱脱干净的时候 再可以放 对 你就买一个临时的桌子 撑起来不就得了吗 好 傻姑娘了 家里也不可能 没有另外一个桌子啊 不快红布了 不要放在床上了 剪嘛 就这么剪呢 就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就好了 铺在地上属婴的呀 所以不好啊 你说很多人喜欢睡在水泥板上 地板上的话 它的骨头到了晚年都不好啊 关节都疼痛啊 大家听懂了吗 谢谢师父开始 问题三 同修梦到自己的佛珠是一整串连在一起像一个手镯一样 不是一颗一颗珠子分开的 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感恩师父 好啊 它已经成形了 说明它已经成功了 一串一串的就是一个圆满了 一串佛珠就是一个圆满了 这还不懂啊 佛珠一颗佛珠就代表你一颗心啊 所以你每天在念经就是念心啊 很多人念经啊 不用心啊 那念得好吗 怎么能够让菩萨给你有感应啊 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祝愿师父明天的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也请求师父和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加持阿德莱德的观音堂 能够赐给阿德莱德观音堂更多的发心的护法 可以更好的广结善缘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军红台长 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我们星期三有将近一百人共修白化佛法 结束后几位师兄在讨论 有些师兄只在白化佛法班听别人分享 自己不发言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从中受益 当晚这位师兄梦到 自己帮那些参加白化佛法班的师兄们在掏耳屎 耳朵像一个房子那么大塞满了耳屎 还帮忙把耳朵里的耳机也掏出来了 请师父慈悲解梦 是否听别人分享也很受益 掏耳屎门实际上就是帮人家背业啊 帮人家在挖自己 不挖人家的业障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 大家每人读一段 他不讲话 但是你让他读可以吧 听得懂吗 让他关注啊 所以会讲话的人经常在 工学会有个人指导 就说您说呢 来就这个问题来 大家来每人啊 你同意吗 大家同意的举手 就是你就可以了解他 到底听进没听进了吗 你让他在那里坐着 你们大家喋喋不休的说 那就不行了嘛 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 要用每个人的心来共修 那你这个共修就会出效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带着大家不容易的 一百多人 对不对啊 有的人不听的话 那你不是白修了 你要帮助别人的呀 好了 感恩师父 问题二 有些师兄在短暂想通后 还执着于过去的错误 而且担忧以后犯同样的错误 是不是跟师父昨天开始的 绝今是而昨非一个道理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过去 把握住当下的自在和伐喜 请师父慈悲开示 任何人曾经做过的事情 就算自己想通了 他也会有这种着飞的感觉 因为任何一个人做错了 他在他八十天中 他会有忏悔的心 只要忏悔 就在他的阿赖意识里面 一定有储存 所以当他难受的时候 他就会慢慢的 就会消掉这些业障 所以有的时候 这件事情要靠时间来磨掉 他当年的那些业障和泪痕 所以有时间的 让他有一个思想的空间 但是想完之后 让他好好的继续前进 经常的前进就不会想了 每一天再往前面走 再进步 他就不会想他过去了 如果这个人只是停止不前 天天的在家里难受 他没有进步的话 他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天天在想着 过去难受的事情 就会让他走倒退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前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我们有一组义工带队 帮忙佛友设佛台 每次会安排一位义工 做组长负责 帮助佛友准备一切佛具 当天协助佛友 主持设佛台的仪式 并安排其他的义工助念 有时组长如果设佛台 当天有生理期 是不是最好替换其他的组长 请师父慈悲开示 都可以 凡是你觉得很干净的孩子 身体上干净 脑子干净的孩子 都可以 没问题的 这个不是一个大事情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恩师台长师父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弟子代表美国佛罗里达州 共修组有如下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学佛人有不同的护法神 有斗战圣佛 委托菩萨 观地菩萨 金刚菩萨 天界和阿修罗道的护法神 有龙凤 麒麟等 这些不同的护法神 在护持的时候 请问师父 有些什么区别吗 感恩师父 我问你 你们有洛杉矶警察吧 有纽约警察吧 有佛罗里达州警察吧 有什么区别了 都是维护持续的呀 都是帮助我们 能够好好生活的呀 你说有什么区别了 除非你自己有分别心 听得懂吗 龙也是护法 菩萨都是护法 伟多菩萨也是护法 几宫菩萨也是护法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们 好好的一世修成的菩萨 感恩师父 请问师父 不同的修行人是否分别对应不同的护法神呢 这是有的 不同的法门会有不同的护法神 因为护法神它有分管的 比方说你是这个法门的 它有这个法门的护法神 那个法门有那个法门的护法神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但是你不能区别于在哪位菩萨是和龙凤他们的护法有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 就像我们学佛一样 不分男女老少 我们都是在学佛 有什么区别啊 好的 同修还想请问师父 我们的护法神是否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呢 什么时候在 什么时候 头上三尺有神灵 只要你有莲花栅栽栽上去了 你一定会有护法神帮助你 你痛苦的时候 护法神会帮助你 你失落的时候 护法神也会帮助你 但是当你做坏事的时候 护法神会惩罚你 所以护法神就在我们头上 因为我们有莲花 所以不是弟子的 不是弟子的那些徒弟 他们根本连头上没有莲花 所以他们碰到什么事情 比方说出一个车祸 你有莲花的人就活下来 没有莲花的人就走掉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开始过放生 要慢慢放 取一个总数之后慢慢放 因为造业也不是一下子造的 是累事积累的业障 请问师父 我们用功德求消业障的时候 是功德聚在一起 一下子用 还是分开多次求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是一次性用几份功德 总数的30%的功德 消自己的业障 还是分几次 每次用某份功德的30%的来消业障 比较好呢 现在师父告诉你们 现在如果出了什么家里 出了什么大事了 或者自己生癌症了 用什么方法最好 我告诉你 就是转功德 转功德最快 比你自己在念 在积功德要快很多 功德已经是存在的 在你身上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 就是 如果你看你自己有什么业 你转多少功德 如果你是个大业 你必须转更多的功德 如果你是个小业 你用不着转很多功德 你也用不着说 把我这场法会啊 那场法会啊 什么功德 什么功德啊 听得懂吗 全部放在这里边 还有的人说 师父功德用完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自己功德 还有没有 你转过去 有没有用 你就知道了 你没有功德 你转过去没用的 你一般的功德 一转过去 对方马上就见效 我可以告诉你 一般的 一天到三天当中 马上见效 如果没有见效的 你的功德 几乎已经转完了 或者没有了 大家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那如果是用某份功德 消某一个业障 如果这份功德 大于需要消的这份业障 那么多出来的功德 是消耗掉了 还是留存在功德里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这件事情 只用你的功德的百分之多少的 但是你给了他功德太多了 那么还找给你啊 还找给你啊 他就进入你的八十田中了呀 因为你这个功德消掉之后 有过多的功德 他当然还是储存在你的功德箱里面的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你今天有很多的功德都在自己身上的呀 你消掉了 你说我拿出来多少消掉了 但是呢 消了过分了 那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呀 你不能说还给你的啊 只是说他没有用掉你这么多功德 虽然你说了 但是不要这么多 你还要我举个简单例子吗 你要买一个东西 说这个东西只有八十块 你给了他一百块钱了 那他二十块不是找给你的吗 但是一般的来讲 你说我要付你一百块 但是当你知道只有八十块的时候 实际上这二十块 他自动的就回到 还是在你皮夹子里 还是没有拿出来 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祥请问 我们给别人转功德的时候会悲业吗 转功德悲业的量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感恩师傅 转功德当然悲业了 转功德本身就是悲业 你比方说你要帮助一个人 哪有不付出的 不付出你能帮助到别人吗 你看看法师他们做水路法会 很多法师做完了就身体不好了 就躺下来了 你知道有多少个万个鬼啊 他们要做这个火供 他们都很厉害的 这个很多的灵性就直接上去了 师傅好几次 就是我要是看法师做火供的时候 我看那些鬼啊 都是跑过来就是扑在法师身上的 就这么厉害的 所以像这种 你哪有不付出的 你要救人哪有不付出的 你说这个人掉在水里了 你要救他 你哪有不付出的 一个你要增加自己的能量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壮 还有一种 就是要不断的啊 来让对方能够有觉悟 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的功德 你就不会往他背很多了 对方如果能够念经 那么你就成功了 如果对方不念经 那你只是给功德 你没有任何的反馈回来的 听到懂了吗 听懂 所以像师父帮了很多人 你说说看 师父老得不快啊 所以今天还好了 我听到一个人说我 还不老 我开心到现在 感恩师父 同秀还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转共的如果祈求 可以少背一些一点页呢 你如果这种叫有限了 有限的帮助他做功德 比方说你说 你帮你妈妈背叶 但是呢 你不想帮你妈妈背 把你所有的功德都背上去 那么你就说 我今天给我妈妈念 一百张小房子 那么你这么一讲 那些灵性知道 你只替你妈妈 还一百张小房子的功德 那么一百张小房子换完了 他就不会问你来要了 如果你说 我今天要求你们啊 帮助我妈妈了 我给他念小房子了 你不说数量 那么他这里用完了 你妈妈的功德不够 你妈妈的业障又激活了 他又来问你要 又来问你要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觉得 小房子怎么念不完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那如果通过放声来代替转功德 是不是可以少背很多页 放声 转功德 其实是不同 不同的作用的 其实在修行当中 如果你说 全部都一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放声许愿念经啊 许愿有许愿的功德 放声有放声的功德 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 听得懂了吗 你放声不严寿啊 消灾啊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一位国内生癌症的同修 被医院拒收 我们美国的一个同修呢 邮寄了50张小房子来住院 然后这位美国同修的坐骨神经 就开始痛 痛了一个多月 邮寄之前 同修也跟菩萨说了 个人的业障个人背 不能这么讲的 你讲个人的业障自己背 个人的业障个人背 他自己业障自己背 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把数量要讲出来 我今天只给他念50张 我尽我的力量 观世音菩萨请你大慈大悲 多多地帮助他救度他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数量不讲 你说个人的业障个人背 因为你还是在帮助他 他就可以还是继续为你来要 那师傅 那这种情况他就是 肯定是背业了 背了 再刚送出去 别人一烧 你再浑身腰酸背痛 那还不背啊 而且头痛 你们记住师傅一句话 无形的头痛 怪怪的头痛 痛得像炸开一样 一阵一阵的 全部都是 头上身上有灵性 听懂了吗 对的 这位同修他就是刺骨的那种 坐骨神经痛 我告诉你 痛起来 非常非常的难受的这种痛 不是一般的偏头痛 灵性要么不搞你 搞起来就这么厉害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就是说也可能跟这个同学 他一次性住院 小房子的数量比较大有关系 而且他邮寄 从美国到国内 大概两个星期 是不是因为对方的要经者 要得比较急 要得急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两星期了 你要帮人家嘛 你就是财士法士 无畏士 你给他寄个快递 三四天就到了 你就好了嘛 对对 对不对啊 有的时候花钱需要拆的呀 你今天肯帮他忙 你就是做善事呀 帮人们要帮到底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因为这个同修再过半年就56岁 刚好是369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有 被他激活了都有 那请问师父 这个同修该怎么办呀 自己再重新念呀 然后在菩萨这里讲呀 某某某自指的夜上自指碑呀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预祝明天的马来西亚大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我们爱您 祝您法体安康 长久在世 弘法顺利 广度有人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宏台长的精彩开示 本次见面会 原本没有看图腾环节 但师父慈悲特别安排 为重正佛友看图腾 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师父 卢君宏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尽难广大连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杯 请师父吃杯帮忙看我妈妈的身体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1年属牛 你妈妈有身体出大毛病了 对 你知道我说的大毛病是什么毛病吗 胸口痛 还有眼睛看 很猛 我告诉你啊 他后面的脖子 这里颈椎啊 这里全部是歪的 他的脖子很酸很痛很难过 这是第一个 再往下看 他的腰不好 他的心脏有家族性的不好 他的家里人有心脏病的 长辈当中 你问你妈 有吗 心脏 有有 对 你妈妈的左眼睛现在很不好 左面 对 他属什么的 1961年属牛 哎呦你妈妈可可怜哦 他一辈子就像坐牛坐马一样的 累得不得了啊 对 要当心啊 他的骨头也不好啊 他的心脏跟他的血压都不稳 他的骨头不好 还有他的腰也不好 腿关节不好 他听不懂国语的啊 听得懂 对对 他腿有做过手术的 有装过铁 还在里边啊 铁还在里边啊 对对对 而且你妈妈 不好意思 你妈妈有掉过孩子 打过胎三个 现在超度掉一个 还有两个 明白了吗 一直在弄他 所以你妈妈有时候会感觉到 浑身酸痛 浑身无力 就是两个小孩子 还拉他的头发 他头发掉的很多 还弄他的脑子 他的记性很差 很差 对对对对 所以叫你妈妈保护好自己的肠胃 保护好自己的心脏 不要生气 因为你妈妈太喜欢生气了 不能气的老人家 气出病来无人体啊 你一气腿一蹬你就走了 问题你走了你上去都算了 问题那是下气啊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师父 我妈妈还需要多少张小帮子 放生多少条 一百二十八章 一百二十八章 慢慢念 好 放生要 两千八百条鱼 好吧 慢慢放 你妈妈 人是蛮好的 就是叫他买鱼吃 他过去买得可快了 你现在叫他买鱼放生啊 呵呵 就比较困难了 要记住啊 就是在宵夜啊 跟你妈妈讲 听懂了吗 你跟你妈妈关系很好 你妈妈很爱你哦 哎呦 你爸爸不在这里是吧 不在不在 你跟你爸 你跟你妈妈 上辈子是夫妻啊 听懂吗 听懂听懂 你妈妈爱你 爱死你了 麻烦了 爱谁来啊 听懂了吗 所以你以后 结婚啊 有女朋友啊 你妈妈都是 很大的问题的 他放不下你的 他会给你的媳妇啊 哈哈 哈哈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会说错的 已经开始了 好了 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师父看我家里 因为我家里一直好像有灵性 需要搬家嘛 家里主人是谁啊 主人是我妹妹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89年 属蛇 1989年 属蛇 对 啊 进门 进门 嗯 进门的左面 有一个房间 有一条 这个灵性的蛇 躲在那里 嗯 所以你们家里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的 房顶上也有 厨房里也有 听懂了吗 所以 赶快念掉 赶快念掉 哦 需要多少张小帮子 36张 36张 好 嗯 好吗 好好好 叫你妈妈相信啊 你妈妈不相信的话 以后晚年眼睛 有一个眼睛会没有的 看不见的 明白了吗 他很相信 他之前有念过200多张小帮子 他的胆 他的胆也不好 胆啊 右面的胆啊 不好 右面的胆 而且他胆固存也很高 明白了吗 明白 需要吃 年轻的时候都很聪明啊 读书啊 学校里啊 都很好的 需要吃什么来进补吗 需要什么 吃 吃什么 中药之类或者是 多吃点 川新莲吧 川新莲 他身上要排毒啊 他身上有很多毒气 所以他的脚啊 皮肤啊 都会长一颗一颗东西的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毛头上一直说 他看到有一个女的坐在他头上 我看看啊 几几年属牛的 196 61年属牛 哦 他有没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过世的 脸跟他长得有点像 因为我看到 他的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他看到是一个女的 我知道 我看到他的爸爸过去 就是这辈子在人间婚姻比较复杂 好像有两次婚以上的婚姻 听得懂吧 所以他可能会有两个妈妈生的姐妹 里面有一个走掉 听懂吗 听懂 逃都逃不过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他一直看到外面有一个人走来走去 女的是吧 男 你的 女的也是女的 头发往后面收的 飘的 穿白衣服的 对白衣服 对啊 他有经常讲 你相信不相信台长了 啊 相信 相信我好好念经给他们就好了 哦 他现在要68张 好 你不给他 他就搞你的头 你知道吧 哦 那我就看到 那个 在我的头 他那个女的 坐坐 女的就是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对啊 就是说白衣服 他飘的呀 明白 你要是扑这么就好了 他是灵性呀 听不懂啊 两个68张 一个 一个女的就一个 好吗 明白 那女的要问他要什么东西的 明白 嗯 我也不想讲 可能他 这辈子跟 他的兄弟姐妹 有争过什么财产啦 或者类似这种东西啦 后来走掉了 他就一直盯着他 他跟他 他跟他的 就是可能同父异母的孩子啊 有什么争吵啊 争夺啊 财产啊 打过官司啦 后来这个人走了 就到他身上来了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用不着调查你家里 我全看得见 好了 感恩 师父慈悲 开始 完了 好了 教他好好念经 好吧 给他放声 放120条鱼 好 好吧 好 叫你妈妈脾气 不要太倔啊 感恩师父 感恩 关心不少 你们看他妈妈 跟他两个人 哪个是 上辈子 哪个是老公 哪个是老婆啦 你讲吧 师父好 感恩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 感恩师父 我们自己的夜战 只只悲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的儿子 几几年属什么的 07年属猪的 哎呦 他先天性就有一些 内分泌失调啊 脑子这里就有问题啊 对 你听得懂吗 他到了人间 他有灵性跟着他上来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生他的时候 应该比较难产了 在肚子里的时候 已经有问题了 小孩子啊 明白不明白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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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去修行念经啊 这孩子现在几岁啊 十二周 十二周啊 对 十二周岁是吧 对 零七年 零七年 是猪的 哎呦 他动过一个小手术啊 对 在他一岁多的时候 嗯 肚子做过长套贴 对啊 我都看到 刀口不长 这么长 感恩师父 你要记住啊 他现在是十二岁是吧 对 你不给他转功德 你不让他好好的修行 他到十七岁 会走的 听懂了吗 听得懂 你自己要当心啊 跟你的遗传也有关系啊 你家族性的心脏有问题啊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好好的修行啦 哪一天菩萨给他来制止就好了 每天晚上给他放大杯子睡觉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自己傻傻的脑子都没有的 你这个人没脑子 你听得懂吗 对 那请师父 那他的功课 要怎么做 你帮他做了 礼佛念三遍 大杯咒 四十九 心经四十九 往生咒 念七十八遍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努力啊 哎 你跟你先生两个人 也是不努力啊 修行啊 对 太对了 刚刚学佛 是不是啊 学了几年了啦 四年 四年就学成这样啊 学着学着了 看见孩子出毛病了 看见了吧 每一个人都要出毛病了 再来找我啊 我天天跟你们讲 找你们早点修 好好修 认证修 努力修 要抓紧时间呢 等到孩子保不住了 你才来找我啊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 你知道师父每天晚上 要多少人来找我啊 很多人自己都修得不错 但是他家里的人都来找我呢 我有什么办法 我有时候很痛苦啊 你不救他们 你心里难过 你救了他们 你把他们背啊 他们不相信的 他们不念经的 你叫他去找医生好了 医生救得了不了 医生说这种都是先天性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请问师父 他的小房子 要多少呢 180张 放生多少条鱼 不是放生多少条鱼 不是放下去就好了 慢慢放 有的放了 先800条 慢慢的放 你们记住了 配回来的药 不是说一顿就吃掉 就会病好的 业障 业障是慢慢积累的 放生也要慢慢放的 大家听懂了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如果得了恶病了 那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要拼命放了 得恶病就拼命放 大家听懂了吗 再请问师父 他的言语 障碍至今呢 最多一句话 能说八个字 在去年底 师父到我梦中 来为他看图腾 说他要念600张小房子 至今我还没有念完 还要放生3200条鱼 我许愿放3500 已经放生了2500条 请问师父 我梦中你的法身 开始是针对性 化解他的言语 你说呢 我已经跑到你梦里来 救你的法身 我救多少人 完全用法身救的 我认都不认识这个人 人家在法会上看见我 师父你救了我 因为我到他梦中去了 我已经给你开出来的小房子 已经开出来的鱼 鱼的数量 你都不相信啊 你赶快把他放掉啦 赶快把他小房子念掉啊 好的 你刚刚发呆了 你说这种人有智慧吗啦 听懂了吗 听得懂 师父我们家族 曾经有过杀业 念经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处理 看见了吗 家族了 家族不好啊 是你女方的还是男方的啦 女方的 就你的是吧 对 我前面不是已经讲你呀 赶快念啦 刚刚小刚刚余教你放多少条啊 800条是吧 一直放啊 好吧 好的 好了好了 再问师父 要念多少小房子 让他的言语障碍有帮助呢 你叫他去问医生呀 医生会讲给你听吗 有办法不啦 你现在求菩萨 你就好好念 你相信关心菩萨 菩萨一定会让他开口 说很多话的 我现在给你许愿也没用的 你在这个许愿当中 你不断的在造医院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救人不是这么救的 靠你们自救的 你现在那小忙子都没念完 愚昧愚昧放声没放完 你叫我怎么跟你讲啊 弟子参会 其他方面 那比如自立方面 将来会有多大的改善呢 你去问关心菩萨 请关心菩萨晚上到你梦里来跟你讲 好吧 你现在就等于跟医生说 医生我这些药吃下去 我什么时候能好啊 你说哪个医生能说得出来啊 要靠你自己的愿力的呀 靠你自己的努力的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现在看不到 因为你鱼没放 经没念 我怎么看得到你未来啊 你现在放下去了 我才知道啊 我现在看你孩子是17岁未走 这是我看到的 我现在讲给你听了 你听懂了吗 听得懂 你要保保你自己了 连你自己心脏都一塌糊涂啊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连自己都保不住你 还怎么保你孩子啊 好了 好好念进去吧 相信关心菩萨 大慈大悲就可以了 你这么懈怠 你这么懈怠 不要说救你孩子了 连你都救不了啊 你先生到现在还是昏的 怎么救他 师父看不出来啊 对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 嗯 好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关心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谢大家 参加